今天我們開場討論到了 共軍在清晨五點 大家睡夢當中 吳玉瑾宣布的這一場 環台軍演 圍台軍演 他還有事 美國可不可以 可不可能來派兵馳援呢 他真想馳援 恐怕也被多立分 為什麼 畫面當中你看到的 這個火藥庫開炸了 以色列基地遭到了真主黨 無人機展開攻擊 4死60傷 這是去年10月以來 以色列遭逢最大程度的傷亡 美國緊急快遞薩德防空系統 是掌握到伊朗飛彈 這一次會準備猛攻以色列了嗎 而現在更大的麻煩是 哈巴斯已經蒐集了 將近兩萬張的相片 鎖定以色列的高樓層的建築 準備複製911恐攻 恐攻的噩夢 甚至已經波及到了美國大選 這項事情真的大條了 13號晚上位在以色列境內的 一個軍事基地 居然遭到了兩架 這個所謂的自殺無人機的攻擊 你在這個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實上這個軍事基地 距離離巴嫩大概有64公里左右 但你現在看到那個畫面上面 好多閃閃碩碩碩碩碩碩碩那個燈光 對不對 都是一整列的這個救護車 要往這個地方去 進行所謂的傷患的救治 那現在到目前為止 訊息大概有4名的士兵死亡 還有61個人受傷 但重點是什麼你知道 這一次是人家講說誰攻擊了 你馬上出來承認 真主黨立刻跳出來 他說對 我告訴你 這就是我們幹的 而且他說我這次是第一次 說我現在給你使用這個 所謂無人機攻擊 去攻擊你這個 我以後可能還會再繼續 那你知道嗎 事實上對這次真主黨 所使用這個無人機來講 他本身可以攜帶40公斤的炸藥 最重要是他的攻擊範圍 可以120公里遠 所以他在遠處的地方 就能夠進行這樣的一個攻擊 以以色列來講 何止是以牙還牙 可能要加倍奉還 現在更可怕的一個發展是 他的發動地面攻擊 衝進了黎巴嫩 鎖定真主黨 以色列會不會一點一滴 失去他反攻的正當性 相對的 你豈不是讓伊朗展開 攻擊 展開 報復 為他的小老弟出一口氣 就更具正當性了 所以現在伊朗傳出來講說 他也跟周邊的國家就講說 如果你們選擇跟以色列 站在一起的話 你很有可能是接下來 被我攻擊的對象 而且據說警告的方式 也提醒了美國 但問題是美國在這一段時間 你可以看到 他趕快把一些所謂的武器 移交到所謂的以色列裡面去 像他最近移送了一組 所謂的薩德反飛彈的系統 甚至在這之前的時候 事實上他們也移送了一些 所謂的火炮的部分 當然外界認為說 美國去協助這個所謂以色列 是為了因應 像之前我們看到說 伊朗的所謂彈道飛彈的 這樣一個攻擊 那我們現在以色列來講 以色列他現在獲得了這一些 包含到愛國者 反空飛彈這些系統 他當然是能夠有效的去進行 這個所謂的防禦打擊 這些東西 可是對於其他國家來講 現在也有外媒的這個報導傳出來講說 像周邊的國家也已經跟以色列講說 我們不會讓你使用我們的領空 去打擊所謂的伊朗 所以看起來伊朗的這樣一個 恫嚇的一個方式 感覺上也收到了效果 更麻煩的是什麼呢 我們真希望接下來告訴你的 這一段預測永遠不要發生 居然曾主黨收集了將近兩萬張的相片 要做什麼 正在密謀訓練一堆趕死隊 準備對以色列發布恐攻 而恐攻的惡夢 甚至已經擴及到美國本土了 對於以色列來講 他想要報仇 或者他想要對這個所謂的伊朗 這些進行打擊的時候 他必須要更具有這個所謂的 國際的說服力 結果以色列的軍隊在最近 他們就講說 我們在加薩走廊的地方 發現了一些這個文件 而且他說從這個文件裡面的 這個內容來看 他說哈馬斯曾經策劃 許多的這個攻擊事件 甚至包含到當年美國911 這個恐怖攻擊 像你畫面上面所看到 那個雙子星大樓 被攻擊的那個場景 他說我在這些資料裡面 我也看到了這個哈馬斯 曾經策劃說要幹嘛 去攻擊所謂的以色列高塔 而且他說在文件裡面 找到了大概一萬七千張左右 這樣一個照片 這些照片有幹嘛你知道 有衛星拍的照 然後有無人機收集的照片 還有一些的是你在社群網站 或幹嘛上面 你去把Google下來的時候 一些所謂的觀光風景照 所以你沒事為什麼鎖定了 將近兩萬張 鎖定這麼高的一個樓層 你準備下一個要攻擊他嗎 所以對於以色列軍隊來講 他現在就告訴國際社會講說 他們現在收集這些照片 就是為了要攻打我們這個 以色列的第二高樓 他說位在特拉維夫的 這個七十層樓高的 這個叫做摩西哈維夫塔 基本上旁邊都是所謂的 商業中心你知道 那如果今天去攻擊的時候 他就是文件上面有提到 如果他攻擊了這個 所謂的摩西哈維夫塔 那這個很有可能會造成 當地民眾的那個恐慌 而且他上面還寫說 因為這個所謂哈馬斯 他也沒有亂寫 他跟你講說他們懷疑說 這個摩西哈維夫塔旁邊 有以色列國防軍的那個 那個單位在那 所以我如果把這個塔給垮 那個擊毀之後 也會去傷到所謂的 以色列的這個國防軍 所以你去想 這個七十層樓裝了多少人 今天會打到這個地步 是因為去年十月 屯肯區的那一場大屠殺 上百人就這麼沒命 如果真的去攻擊這個塔 那還得了多少人要陪葬啊 當然以色列方面 提出這樣的一個訊息的時候 有人會質疑講說 那你這樣隨便講講 我也會啊 你有沒有更具體的這樣一個證據 結果呢 這個以色列方面他就講說 有他們在文件裡面有發現到說 他們其實在裡面有所謂的作戰計畫 其中有說呢 要用以色列的鐵路系統 去運送所謂的炸彈 甚至還包含到什麼你知道 他說呢 就實質的務實的作戰層面來講 他說也有包含到改裝車輛 然後讓這個車輛 像我們一般輪子 不是橡膠的輪胎嗎 他說把它改裝成什麼 你知道符合鐵路寬度的 然後用鐵路來運送 因為這樣比較快沒有什麼塞車的問題 甚至從海面攻擊 也有說把漁船變成所謂的高速攻擊船 然後把士兵還有炸藥送到以色列的港口 當然裡面還有一些比較 大家覺得說不太切合實際 例如他說 我們如果所有的現代化交通工具 通通都被阻止了完了之後 我們還可以用三人馬車 用最傳統的方式 一個人駕駛馬車 然後兩個人在旁邊 還可以去進行攻擊或這些 所以這些東西 以色列都試圖在說服大家 講說什麼你知道 說哈馬斯他們是真的要攻擊我 所以我現在所有的 這個所謂的初級跟我的攻擊 都是為了保衛我自己 你今天不要覺得 這些人去描繪的 這個所謂的恐攻噩夢 捲土重來 都只有在以色列的本土上上演 下個月是美國總統大選 沒想到這個恐攻噩夢 已經籠罩美國本土了 是真的嗎 你知道其實在川普 在之前不是有兩次 被講說他有遭到這個攻擊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對於美國的 這個維安單位來講 也很多人批評講說 你對川普的保護 是不是其實是有漏洞的 所以他們這些所謂的 密情局的這一些人 他們也去加強了 對這個所謂川普 在造勢活動當中的 這種所謂的危安 結果沒有想到12號的時候 川普他在加州的這個 要進行這個造勢活動之前 那當時警方在周邊的道路上面 就設下了這個管制哨 沒有想到真的逮捕了一個 非法持有槍械的這個男子 他們這個警方是說 這個男子非法持有散彈槍 還有一把這個所謂的手槍 跟一個高容量的這個彈匣 那結果你知道美國警方 那個對外公布的時候說 他們其實有可能是阻止了 一場所有計畫的這個暗殺活動 但目前為止並沒有證據講說 這一個被逮捕的男子 他是要去謀殺 或是刺殺這個所謂的川普 但問題是呢 很多人就講說 川普在之前已經兩次遭到暗殺了 如果今天這些東西 沒有被擋住的話 有沒有可能川普他真的被第三次暗殺 所以你知道嗎 川普的團隊現在就開始提出要求 他說什麼 他說你們應該要保護我們 結果你知道沒有 他居然要求說要升級他自己的偽安工作 包含什麼你知道 包含要求美國政府提供能夠 擊落飛彈的軍機 來去接送川普進行造勢 而且你知道嗎 拜登啊 拜登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覺得他也受到壓力你知道 拜登居然講說好沒問題 你今天要求軍機 我就給你軍機 但他說一個 他說你只要不要要求是F-15就好了 那我會老實講 就是說現在對於川普來講 他當然有他的這個危機感的一個存在 為什麼 好巧不巧你知道嗎 前面他是不是被人家暗殺過兩次 最近居然流露出來講說 在2022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事實上伊朗 他們其實有做了一個這個比賽 那這個比賽是一個動畫片的比賽 主要就是說 他們那個伊朗他們那些人 對於這個美國其實有很多的不滿 所以他們那個主題活動居然是講說 對於謀殺我們這些敵人 我們要給予他報復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 這是一個動畫片 那這個動畫片的作者 他居然透過這個所謂的無人的 這個所謂的車載遙控系統 把這個無人車送到這個什麼你知道 川普位在佛州棕櫚灘海湖莊園裡面 而且你可以看到上面 對面的監視系統 我就給你破壞 而且這個車子就這樣開開開 開到高爾夫窮裡面 你知道那個動畫上面 打球的那個叫川普啊 天啊 這個就是參賽的作品啊 旁邊那個還有蓬佩奧你知道嗎 而且貴誇張 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他拿出一張紙上面 他上面寫說 你們今天做這些事情 都要付出代價 而且你知道他每一個細節都注意到了 真的是國家的力量做出來 你知道嗎 他把剛剛那個阿拉伯文 翻譯成英文對不對 而且他在動畫片裡面 還同步發送給蓬佩奧 同步發送給川普 說你們手機打開就知道 你們要付出代價囉 結果這個影片你看 他的無人車載系統 那個雷射測距 開始把這些東西都瞄準 當然畫面上面是這樣 到最後是一片黑暗 但問題就回來了 你知道嗎 這個影片在當時還獲得了什麼 你知道 還獲得了冠軍第一名的獎品 說你這動畫片做得真的太棒了 你知道 所以對於川普來講 這些東西的真相 再加上他確實曾經兩次 遭受到這個襲擊 他怎麼不怕 所以他現在要求這個美國政府 要提供他軍機來保護他的安全 所以看到這個地方你就知道 為什麼說美國自己也擔心 被多利分 一個一個火藥桶都被引爆了 中伯今天告訴我們看完中東 這幾天 全世界一定要一定要 高度關注這個人金正恩 為什麼他惱怒 而且動作越來越大呢 我覺得不管現在是 中東戰火的局勢升溫 或是俄烏戰爭 依然沒有停止的現象 這個時候卻有人在這邊 加煤天火的就是北韓的金正恩 他們現在北韓的軍方下令 炮兵部隊就射擊準備 也就是說呢 子彈上膛了啦 所有的這個炮也可以上膛了啦 只要我進正恩醫生立下就可以打了 那為什麼呢 當然他也是找了一個藉口 他就說 他實際叫你那個南韓前一陣子 無人機動不動就飛越我這邊 你們是想要幹嘛 所以他就講啊 現在北韓有八個炮兵旅 接貨指示 做好射擊準備喔 以便在南韓無人機再次越境時擊落 如果南韓無人機沒有再次越境呢 所以其實我認為這就是個藉口 其實你準備好了 隨時想要發射 到時候來個擦江走火 才是你金正恩真正的打算吧 你就是想要在這邊 我們講的東北這邊 東北亞這邊 再製造一個火藥庫嘛 俄羅斯在亂 以色列在亂 台海在亂 我也跟著亂 我要選總統 你怕不怕 我才有糖果吃啊 好 立即回 急喔 那這樣一來 一定會擋至朝鮮半島 南北韓的武裝衝突擴大 所以呢 提醒各單位準備應對 不同事態的發展 他還不是說著玩而已 他說他要炸毀 南北韓的一些道路 有一點就是我跟你一刀兩斷 我連道路連通 我都不想跟你有所瓜葛 最新的消息 南韓媒體傳出就是說 現在真的在南北韓邊境那邊 已經有南韓的民眾聽到 炸毀道路的聲音 那是否真的是道路有些真的被炸毀 那他還要去求證 那麼他的妹妹跟哥哥一向都是唱窗簧 一個白臉一個黑臉 金正恩包妹金與正他也開槍 他說如果我們首都上空 再次發現南韓的無人機 那將導致可怕的災難 不過這個就是 喊話大雨時之行動 就是我剛才講的嘛 就是跟哥哥做呼應 你無人機如果來 我們勢必有粉碎你南韓的決心 你知道北韓現在 他就是要讓你抽不了身 忙不過來分身乏術 我舉例 你知道現在 北韓出現對南韓的一種新的戰術 前陣子記不記得有空飄氣球啊 對啊 機球在南韓降落之後呢 他有一堆排泄物啊 有一堆垃圾啊 有一堆東西啊 結果後來人家去拆解之後才發現 他有些氣球裡面設置了GPS全球地位系統 這個全球地位系統 那北韓心中是什麼盤算 其實他就是要藉由每一次 我這個氣球空飄到你南韓之後 他的路徑 因為氣球在飄 他其實隨著氣候 他也沒有十足的把握 他一定可以飄到哪 但我機有歸納 我機有幾次的演算 我可以建構他大概會飄到哪 大概會飄到哪 你覺得北韓在想什麼 真的是以後精準的投放排泄物嗎 你不要以為這是排泄物 沒長腦的隨便的髒蛋 沒有 他不只跟著GPS 他可以知道GPS帶路 你攔下來很好 你沒攔下來更好 那就是我可以塗穿的破口 欸 我發現你攔不下來的破口 那這次 我能夠 就是從你的這個軟肋穿過去 我幹嘛還要放排泄物啊 我幹嘛要放垃圾 我就放小型炸彈啊 我一樣可以引起你很多的這些馬蜂窩吧 把你一些地方打得跟馬蜂窩一樣 好 我剛才一直提到 就是說北韓趁亂想要挑起另外一個火藥庫 那北韓他不能只是動嘴啊 你要真的有這樣子的軍事能力嗎 你北韓到底有沒有練兵啊 你有沒有假想的真實對象 沙盤推演 有 大家都忘了嗎 你知道北韓之前不是送了一堆軍事官去俄羅斯 表面上是說我們協助我的二哥俄羅斯作戰 大哥是中國嘛 可是其實呢 不是只是去協助也不是只是去那邊參訪而已 你知道最近有一個最新的消息 烏克蘭對俄羅斯所佔領的地區 盾內斯克地區的導彈攻擊 好 我們知道烏克蘭不是對盾內斯克發動攻擊之後 造成俄羅斯的一些軍事官的傷亡 但是在死亡的20名軍事官當中 竟然有6個是北韓軍官 那就不簡單啦 你這北韓軍官怎麼會在這呢 你不是只是來什麼 來觀摩的嗎 或者是來交流的嗎 你沒有啊 北韓軍事官去那邊根本就是在參戰啦 那你參戰的目的是什麼 你真的那麼愛俄羅斯 真的把俄羅斯當二哥在看待 沒有 其實他就是去練兵 他在那邊幫助俄羅斯發射了KN-23導彈 是北韓自己自具的嘛 他相當於就是 伊斯坎德爾的飛彈 這種短程的彈道飛彈 那KN-23的射程800公里 不就剛好是如果南北韓作戰的時候 他所涵蓋南韓的範圍嗎 所以你從北韓的中中舉動 喊話 備戰 然後呢 趁亂 然後製造另外一個火藥庫 甚至也有在俄羅斯跟烏克蘭戰爭中 偷偷練兵 你就會知道其實下一次 如果真的 在大家都不好的情況下 那麼準備戰的情況下 火藥庫將會一一爆發 今天真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星期一 投資人的起床號居然是 清晨五點 共軍宣佈的立劍環台軍演 全面啟動 對投資人來講 這個星期我們才準備要收復2萬3 而台積電 大力框法說 好戲聯台六大力多 我們準備要拼往上攻 結果給你來這一場 沒有終止時間點的軍演 但重點是 投資人今天老行在哉 沒錯 今天早上大家起來的話 看到這個中國要啟動 這個聯合力艦軍演的 這個B的這個軍演 那這個軍演來說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它更靠近台灣 再來就是它模擬 所謂封鎖我們的港口 這樣一個狀況 那照理說 就像我跟你講 過去如果按照這種 臨時軍演的時候 你看它為什麼選在今天 臨時宣佈 它起來就是針對我們股市而來 如果針對這樣的時候 通常股市今天都其實會有好臉色的 但其實如果你看今天的股市 其實今天股市 好像沒有什麼太多的反應 這樣一個狀況 當然股市上上下下 最後收漲了大概約莫73點 來到22,975點的一個狀況 看起來的話 似乎又準備要攻擊這個23,000點 這個市場上好像沒有什麼人 在討論這個軍演的這個狀況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第一個當然 這個軍演可能對台灣人來說 有點漸漸麻木的一個狀況 第二個就是因為接下來 有太多台股的這個利多 包括說有六大利多 雙網的法說會 然後現在美國在降息 中國也在釋出資金 然後輝達的這個GB200 要開始出貨了 所以看起來的話 今天台股呢 還是一個往上攻擊的一個狀況 那其中裡面最重要 因為我們剛才講到 這禮拜四剛好有所謂的雙網的法說會 那雙網當然就是全職網台積電 還有古網的這個大利公 雖然他已經不是古網了啦 但是他 大家還是把他認為是雙網號 那因為這一次的這個法說會裡面來說的話 大家對他們兩個法說會 今天對台積電的法說會是非常看好的 所以看起來的話 目前為止 外資已經有人把台積電的這個目標價 訂到1600塊以上的這個數字 那因為這一次台積電你知道今天軍演的時候台積電是收在平盤 他最高有漲到10塊那最低跌到5塊那最後收平盤 只要台積電沒有往下跌 你軍演再怎麼打我們台灣股市還是不會下去 所以你看 禮拜四的這個法說會在這邊稱的 大家當然是期待怎麼可能會去殺低呢 台積電大家都在看說他對下一季的營收的看法啦 還有他本季單季的獲利跟下一季的獲利啦 然後還有這個獲利的EPS還有資本支出等等 所以來跟你講 現在大家根本就是這個中國軍演 大家當然是會警惕 但是我覺得因為有太多太多的這個台股的利多 本身在後面發酵 所以變成是說中國是 他雖然故意選在我們開盤之前宣布這樣 要讓你的股市有點震惑 但是事實上反而沒有達到他的這個效果 17號的台積電法說我剛看到了 Q3渴望再創高底氣核戰 兩件事AI先進製程成熟製程 高低它全面通吃 對沒錯好台積電來說 目前為止真的是一個人的武林 那尤其是彭博社表示說 台積電正計劃在歐洲設立更多的廠 然後把重點放在AI晶片 好那這到底怎麼解釋呢 第一個德國廠的話 未來可能恐怕呢 因為他目前只是成熟製程 所以可能還會再增加 所謂的先進製程的AI晶片這一塊 另外就是有可能用這個先進的封裝 可能也會到這個歐洲去設廠 因為先進封裝來說不需要那麼多的人力 所以或許他也是可能會到那個地方去設廠的 所以未來他可能會繼續往先進製程去發展 可是當然我跟他講台積電不是只有先進製程厲害 先進製程目前為止三星呢 還有這個英特爾已經被他壓著摩擦 已經看不到 可是你看台積電連成熟製程他都要當老大 為什麼這樣講你看 他砸了這個37.4億的台幣 這個認購世界先進的現金增值 那持股比重贏來到27.55% 那為什麼 因為最近大家都聽到說 他不是成熟製程殺價很嚴重嗎 你這樣還加拿大投資那到底是你在盤算什麼樣一個東西呢 我跟他講一個狀況 就是台積電他現在在成熟現金製程 他已經有喊價的話語權 他在成熟製程裡面 他也要有喊價的話語權 簡單來說 就是我在一個領域裡面來說 這是我的地盤 我已經當老大 我要當別人當老大 我當另外一個地盤 我也要當老大 那我要當老大 不會是台積電自己去 我扶植一個咖 那就是世界現金 所以世界現金你要在成熟製程裡面給我當老大 所以你看世界現金是不是成熟製程的老大 當然是啊 你看世界現金的9月營收是46.1億 像去年同期成長34% 然後單月營收協價25個月的新高 第三季的營收118 是近三年的新高 你看他的表現其實相當好 獲利什麼都是成熟製程裡面最好的 那包括台灣的聯電還有利基電 其實台灣的這個所謂成熟製程 表現也都不錯 所以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我們台灣的成熟製程裡面來說 台積電也要在裡面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是不對 先前大家一直關注到的就是 媒體上都有告訴我們 現在中國因為它也只能做成熟製程 所以大量的來製造 來價格破壞 所以逼著你台積電 你也不得不低下頭來跟我打價格戰 就是我們知道進度是這樣 對沒錯 今天剛才提到就是說 今年5月的時候 中國跟韓國的成熟製程 尤其是你聽到 中國製程真的是大量的開出成熟製程 那他就講說會有所謂的沙價的這個潮 那台積電的成熟製程的這個價格 可能會提供折扣等等的這個消息 那我就跟你講 為什麼台灣的收來影響比較小 因為台灣目前為止我們有專攻特別的領域 跟中國大陸是都亂做 做電源管理IC 然後做什麼車用一大堆 彼此沙價的壓力非常大 但是台灣台積電跟世界現金 我們刻意選一些單 甚至連這個聯電 甚至連這個利基電 都有選不同的單 所以我們目前為止收到 這個沙價的壓力比較小 而且陸行日就說 這個好像我也沒有聽到這個消息 他說可能是某些IC設計業者在帶風向 為什麼要帶風向 因為成熟製程降價了 所以你對我們的報價也要降價 所以有可能是這樣的狀況 不過我跟他講 的確 成熟製程面臨的價格壓力是比較大 先進製程目前為止 台積電來說可以說是一家獨拿 但是台積電要投資世界新的目的告訴你什麼 我也要把成熟製程的後面的競爭者 我要把它排除在外 這是台積電最重要的打算跟它的盤算 好 聽到這個地方 你不禁就會想到後面苦苦追趕的人 聽了又要更腿軟了 三星 先進製程看不到台積電車尾燈 好歹你留一口飯給人家 成熟製程現在台積電要全餐通吃 你要三星怎麼辦 對 所以三星現在只能怎樣 軟腳投降 為什麼這樣 你看我們台積電目前為止 它今天的收盤1045 距離它的歷史新高1080 其實已經近在不遠一樣 但是我們反觀了三星 三星你看它過去六個月裡面 半年裡面跌了26.28% 也就是說它距離歷史新高 有一大段的距離 那尤其是最近 八月以來外資人賣超它 3036億台幣左右的三星股票 然後市值已經蒸發了2.16兆 所以顯然外資還有投資人 都不看好三星的未來 為什麼我剛才講到 它跟基準代工 台積電先進製程把他封死了 成熟製程現在又要來殺價 你怎麼有可能追得過 追不過 所以基準代工基本上沒責 另外第二個是 它的這個低潤 低潤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現在大家都在聘的HBM 高頻寬的這個記憶體 欸 不好意思 它落後SK海利4啊 所以它甚至還下調 這個目標的產能10% 所以這個時候HBM 拼不過海利4 再來低潤市場 目前為止中國在挑戰它 所以也是打XX 所以等於它的整個IC半導體 完全是沒有這個未來的這個感覺 那尤其是三星集團 賺整個韓國的營收的GDP 大概20% 所以三星往下墜落的同時 也是代表了韓國的競爭力 也受到太大的這個影響了 那我再追一個 三星還有一股命脈 就是它面板 對 第一個OLED 第一個折疊式手機 都是它做的 這個它繼續可以高跟猛進啊 對 面板目前為止 也面臨到很大的壓力 特別是中國 中國京東方等人崛起之後 對它形成一個沙價壓力 特別是為什麼面板很重要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三星有推出所謂的折疊手機 它在折疊手機 前一陣子就像人家 剛推出折疊手機的時候 它試占率就是90幾% 可是它目前為止的試占率 節節滑落 為什麼節節滑落 簡單 因為華為目前為止跟你拼 華為已經出版了 這個Mate XT嘛對不對 它要價10萬台幣 它號稱叫做電子的錨台 結果賣得非常好 那賣得非常好的時候 就對三星造成壓力 因為三星目前為止在推折疊手機 過去就是Galaxy Z的4 還有這個Google的Pixel 9 Pro的4 然後還有這個小米的 這個Mix Phillips小型的折疊機 過去是他們幾個 那三星當然是一劑絕城 但是華為推出來之後 對它形成非常大的壓力 那尤其是你看 目前為止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全球折疊手機市場 出貨年增很高48% 這也是三星唯一條命 他還靠著這個折疊手機在掉了他的生命 結果被想想不好意思你看 第二季華為的這個年增率是229% 奪冠 那三星只有5% 好我們簡單的給大家算一下 你看第一年增率是48% 那個華為年增229% 三星是5% 所以就是三星已經落對了 它落到這個所謂華為之後 它的這個成長幅度是第二 雖然說它目前為止來說 它的市佔率還是第一 但是顯然目前為止 面臨到中國相當大的壓力 而且中國現在大舉進入 華為推大家都要推 因為這個中國的面板價格相當的便宜 所以他們生產這種折疊手機沒有問題 所以現在前十名裡面 只有三星不是中國品牌 我跟你講 大家這個所謂亂拳打死老師傅 它可能沒多久之後 三星就會掉出十名外 那三星怎麼辦 就完蛋了 所以現在目前為止它怎麼辦 它就知道 好啊 你們現在推出這種所謂折疊手機的話 那我就要用我的最後的這個技術來跟你們拼 它現在車弄什麼呢 它要弄著卷軸式的這個手機 卷軸式手機簡單 就是可以讓卷軸式啊 到時候放口袋要卷一卷 所以我跟你講這卷的很厲害啊 它現在只能夠靠這個去拼啊 可是我跟它講 你說它這個技術是不是很先進 是很先進 但是目前為止中國的這個面板的技術來說 它也很快就可以追上 所以我跟你講 現在對三星來講的話 它的半導體幾乎是完全的是 這個完全是被台積電打的趴的 所以我才說台積電真的是 為什麼今天大家沒有在怕這個軍演 因為事實上說真的啦 如果台積電完蛋 如果台灣完蛋的話 世界也真的就完蛋了 所以觀眾朋友你看到這個地方 今天的圍台軍演 前面那兩個字圍台才是重點 我不殺死你 我不咬死你 我只要捆捆捆到你斷氣 今天就傳出了台灣差點斷氣 是真的嗎 中游LNG傳 聽說啊 昨天深夜撞箭了 貢箭要出動要演習 他趕緊掉頭 嚇到要死 難道再一次複製 五月軍演的極限施壓 讓你天然氣船不敢進港 掐斷你能源的命脈嗎 聽不到槍炮聲的戰場 也同不展開 經濟制裁也來了嗎 好 今天要不要抱歉的觀眾朋友 今天跟大家講兩件事 第一個叫蟒蛇戰術 第二個叫能源危機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觀眾朋友 這不是今天才出來的話題 我們台灣現在目前 天然氣的佔比已經到了50% 而且觀眾朋友如果你去看 今年的核三廠的一號機 明年還有二號機 當它退出之後 我們只能用火力來補上 因為綠能還不要達20% 這個就是盯在板上的事實 必須面對 那既然是火力 我們現在燃煤跟天然氣 兩個是主力 那天然氣又佔了50% 甚至其實已經燒更多 所以天然氣的LNG船來到台灣 就相對重要 我們沒有在歐洲 沒有北溪一號 沒有北溪二號 我們沒有跟 不走路路的 拉一個天然氣管 沒有 所以我們百分之百的天然氣 都是要靠 導播那個剛剛畫面再來一次 LNG船 就是這樣有沒有 一艘一艘運進來 對 然後遠遠的來了以後呢 慢慢的拖運進港以後 進到了這個台中的這個港 還有高雄永安站 就這兩個 目前就兩個 那之後北台灣會有哪裡呢 桃園大潭 還有基隆四街 有沒有 外木山就要開始做了 好 那我們就靠這個LNG船 那俊翔哥 夏天的時候 7到10天就用完了 沒有來 我們就斷吹 沒有辦法發電 冬天的話呢 可能基本上 還可以再多一點點 那你要知道 如果是颱風 船就過不來了 現在的烏雙衝動空 已經出現了 剛剛跟大家講的 聯合利劍2024B 蟒蛇戰術 它不用毒 蟒蛇不是毒蛇把你毒死 它是把你燒死的 燒來說 你是要燒多久 燒三天 繼續燒 你就看到蟒蛇 把那個鱷魚給燒死了 就兩禮拜以後 鱷魚就死掉了 所以 如果我們超過了10天 超過了15天 LNG船不能進來 我們怎麼辦 昨天晚上的9點13分 出現了一個網路上 這個圖我真的是 我也不知道 這個觀眾朋友這麼了解 台達2號 在這一張 阿俊翰哥你看這一張 對 他說昨天晚上 這個台達2號 那把它放大一點 睡在這裡 它往高雄港的方向走 永安嘛對不對 走到這一塊 嘟嘟好 你對一下 2024B的演練 這是其中一塊 對 所以我遇到 遠循區了以後怎麼辦 我如果經過了 我是LNG船 別人拆了 我的天氣整天拆了 所以我先講 當有軍演 或是颱風異象的時候 LNG船就會運捕困難 結果呢 這個LNG船 台達2號的 來看這一張 它就直接走到了這個點以後 原路對退路就往南退了 折返了 對 往菲律賓的海域退了 所以這件事情 在今天網路上爆開 大家都講說怎麼回事 我也去看了 到底怎麼樣 我就在等 中油公司怎麼告訴大家 觀眾朋友 中油剛剛發出了三點聲明 我們必須要講 中油說什麼 他說呢 這個東西遇到中國軍員就被迫掉頭的這個訊息是假訊息 一 現在目前的運捕都正常 今天台中港高雄灣都有運捕 二 運捕的量都足夠 三 完全都按照這個既定的行程去走 並沒有原地返航的事情 但觀眾朋友 中油的信物稿我已經講完了 我看到這個圖 除非這個圖是假的 網路上你可以去每一艘船台達二號 它是可以定位的 飛機也可以定位 它確實昨天晚上有往回走 什麼理由要不要解釋一下 理由沒有解釋 他說這個東西運捕都正常 所以觀眾朋友 所以顯然 如果按照這個圖來看的話 軍員確實是會讓LNG船 如果我是LNG船的船長 那你我打電話問一下 永安那邊 還有台中港 你們夠不夠 夠對不對 夠我就等一下 我現在衝過去幹嘛 前面在塞車 前面出車禍 所以我就不會過去了 好觀眾朋友 結論在這裡 雖然中油告訴大家 目前我們的LNG的量是無余的 我也相信他這樣講 應該沒有騙人 但是這件事情也顯示出 軍演或者是火炮射擊 確實會使LNG船有所忌憚 那未來如果真的像蟒蛇一樣 這個軍演沒有結束 整整一個月一直在火炮試射 那可能就會影響我們的運輔 因為很簡單 我們所有的天然技能都在西岸 因為只有西岸的風浪可以 東岸都沒有 所以你一定要往巴士海峽這邊走 結果他前後兩個 我跟你講兩個航空母艦 把這個宮古島跟巴士海 掐住以後 你就完全無法運輔了 這會是個很嚴重的國安問題 好這是一個可理解 未來會發生的情境 兩件事 第一個 能源命脈會不會因此斷了 進不來 第二個是什麼 ECFA 早收清單 一個一個一個被你倒出來 最後完全清零 所以其實基本上 兩岸現在關係那麼緊張 那對岸的動作就是一個核心方向 讓你痛 對不對 讓你在能源方面沒有會痛 讓你在經濟方面 最好股市 如果說就受影響 大家講說不要啦 兩岸不要這樣 賴慶者的民調跟聲望就會降低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 賴慶者總上來以後 他是當年 兩岸互不隸屬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國互不隸屬 所以呢 現在一步一步動作就來了 觀眾朋友 中國的商務部講說 對台的貿易必要研究了 以前是讓利 什麼都讓給你沒問題 那已經十幾年前了 現在是 這個是貿易壁壘 你東西賣給我 我根本沒賣過去 不對等 所以這是貿易壁壘 你對我來講 你賣東西過來免關稅 我賣過去要關稅 不對等 所以很多東西不對等 那陸委會就抗議 我覺得這也沒什麼好抗議了 現在關係都這麼差了 都已經聯合力線都被打起來了 還在講說 我們這邊賺錢怎麼樣 所以風險可管 損害可控 抗議歸抗議 陸委會跟大家講 我們依賴中國大陸 從AGFA以後 已經做了很大的調整 這是第一 第二 AGFA很多東西是早收清單 還有539項 還有2000多項賣過去的東西 現在呢 慢慢一項一項告訴你 兩個一個是不能賣 另外一個是什麼 是減免關稅 本來根本不用關稅的 本來取消了 所以我還講到這個地方 那個一籃子的 AGFA早收清單 如果被清零 衝擊有多大 現在正在發生的是 台灣曾經是 螺絲亡國 現在呢 現在基本上 就只能夠喝西北風 觀眾朋友我剛剛請講 第一個 是關稅 他直接從免關稅到要關稅 所以你的利潤就降低了 第二個是本來可以賣過去的東西 像農漁產品 他現在根本不給你賣的送 你連賺都沒辦法賺 觀眾朋友 這個在鋼山 鋼山的螺絲葉從蠻19上來之後 其實基本上一年曾經可以年收開到 3億多新台幣 為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跟你買很多的 這樓梯啊 這個小樓梯你就需要 但問題是 鋼山科這個可替代性太高了 他可以跟台灣買 也可以跟越南買 很多國家都可以有 他現在不要跟台灣買了以後 訂單整個下滑 跌了至少三成以後 原本一年可以收3億對不對 你知道現在變得怎麼樣嗎 不是一年收1億 也不是一年收1000萬100萬 是虧 虧啊 變成一個月就虧100多萬 那一年要虧1000萬 本來是一年賺3億 現在變一年大概虧1000萬 那員工失業了 那員工 這個老闆是佛心的 員工其實基本上還是留著 可是就沒有單的 可能之前有賺錢 但是顯示像這個產業 我們現在這樣講 半年後再講 可能他就收掉了 所以這就是兩岸 現在目前的嚴峻狀態 在ECFA之後 很多相關的產業 再不抽手 真的沒辦法 除非改變了兩岸的 這個 春開水暖壓先知 不然的話兩岸這麼緊張 這些ECFA 相關的產業 都會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庭輝 你剛剛講到了一個重點 他唯你 他不打你 他要你亂 可沒想到我們執政黨 亂他也跟著嗨起來 你看到 從黑熊學院的沈柏陽 到曹新城 接連在今天你聽到的發言 他們很嗨 他其實對台灣來講的話 現在採取一種 軍事跟經濟方面 兩手側面的攻擊 現在來講ECFA ECFA的部分 他已經就開始就早收清單 一月的時候就已經拿掉了 現在接下來來講 順便還說要提告我們 違反一些相關的貿易規則 不過我是覺得這樣子 因為ECFA本身來講 它是涉及到傳統產業 台灣剛剛你提到的 是晶片產業現在是掛帥了 所以當然傳統產業也很重要 不過因為中國大陸 它本身傳統產業 早就已經把台灣的 這些傳統產業打趴了 你知道中鋼 台塑 這等等之類的 這些傳統產業 還有台泥等等之類 都因為中國大陸 它有很多很多 好幾個中鋼 好幾個台塑 所以這個價格戰來講的話 我們已經被捲了 你知道嗎 所以在捲的這種情況很麻煩 所以現在來講 傳統產業基本上可能就遭到影響 所以剛剛廷會你講到了 沒錯 它圍起來 它把你通通出不去也進不來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能源命脈 今天Horley Gazette只是誤傳 說這個LN區傳 發現演習就掉頭 根本靠不了港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 台灣怎麼辦 這個是中共的想定 它本來就是來圍堵 或是所謂的封鎖你的港口 目的就是什麼 切斷你海上的生命線 我們知道台灣是靠外貿 以及人員靠進口的 這個不管是天然氣船 或者是石油船 你知道我們台灣只能撐多少 撐三個月而已 頂多撐三個月 庫存三個月的情況下 如果你這個整整圍起來的時候 不讓任何的人員船 進到台灣來講的話 台灣沒有任何原物料 所以你看到他這一次的演習 沒有daylight 對 它就是在實驗這種狀況 能不能出現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在提到 唐華所講的蟒蛇戰略 那是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 北方政府去封鎖南方政府的 一個策略一個做法 他把同樣的東西跟台灣附近的海域 全部在做這種封鎖的動作 目的在影響台灣的外來的海上生命線 不能進入台灣 不能進入台灣的情況下 台灣會不會內部大亂 或者是物價通膨等等之類的 所有的負面消息一次爆開的時候 這時候他知道台灣亂的時候 再來出兵拿台灣 這個其實就是中共的計謀了 雙十國慶才過 老共今天清晨五點的圍台軍演 就全面展開 很多人就要問了 他還有是美國日本會不會持緣 還是那句話 先自助而後人助 但是我們要來告訴大家的 這個政府沒告訴你的真相 原來國軍缺人 已經缺成了國安問題 沒兵打仗你是怎麼抗中保台呢 我們知道要守衛我們的中華民國最重要的 除了買武器之外呢 我們的國軍戰力 能不能達到一定程度的人數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目前看起來 我們國軍的基層官兵 看起來壓力非常大 我們光看立法院在今年6月公佈了 這個預算中心公佈的報告 我們國軍的致運人數 其實在今年6月已經創下了 2018年之後的新地 是來到了15萬人 這15萬人是什麼概念呢 2021年的時候 110年的時候 還有16萬人 但是我們到2024年之後 已經到了15萬人 這個數字非常簡訊 我就問各位 現在兩岸的氣氛 在這麼加劇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致運人數降低 那對我們國軍來說 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這是大家想追問的 是不是國軍的條件不好 再來是不是因為 戰爭氣氛的關係 導致大家不想當兵 這也是原因之一 所以我覺得這問題要重耕而解 而且包括從去年相比 也是減少 從跟去年相比 我們減少了1801人減幅 來到1.16年 照這樣的數字比例來看 其實明年大家預估 可能也會再繼續減少 而且大家就說 我們其實很多的部門 尤其是戰鬥部門 加級照理說應該是最多的 可是你看 戰鬥部門加級像編隊 縣編還不到八成 這個是非常危急的數字 為什麼不到八成 那你再扣掉一些其他數字 可能在八成之下 也就是說這些單位都是他的相對的 危險加級或是勤務加級是比較高的 沒錯 他們薪水領的比較多的 尚且編不滿 不到八成 這很嚴重 這個非常嚴重 所以像前國防部的官員 都出來講話 這個是前國防部的視察 叫做盧德雲 過去也非常有名 他怎麼說 他說現在這個數字不到八成 可能還往下降 甚至可能只有六成 甚至還五成多的情況 實際可能更低 實際可能更低 為什麼 他舉個例子來說 一個戰車連如果有十四部戰車的話 一個戰車要四個人來操作 那照理說應該叫五十六個人 那實際上只有幾個人 只有五十四個人 連五十六人都不到 當然你可能說有些戰車 可能因為我們沒辦法開過妥善率的問題 不需要這麼多官兵 可是問題是你應該要補滿才對啊 然後再來還要舉到一個東西 就是說我們機械化的步兵 原本編制是128人 但現在實際是有多少 不到一百人 81人而已啊 這個先兵比只有63%而已 這個是非常可怕的數字 因為大家要知道 其實這個先兵比你要知道 這個數字 他你要扣掉一些弟兄 可能休假 可能下基地 或是其他訓練 你東扣西扣 其實人數應該是更少了 那萬一 萬一暫時來的時候 那這些人怎麼辦 再來如果你 編制128人為例 那你在扣掉這些 這些比例來看的話 可能 大概四十幾人 平常在軍中可能就四十幾個人 那如果只有81人的話 你扣掉三分之一 哇 只剩下二十幾人 幾乎是一半腰斬的一個狀況 相較於美軍 他的兵線比是85% 他說只要低於這個界線 低於85% 叫做沒有戰力 所以你就知道 目前我們只有八成 看起來數字上八成 但實際上如果低於到七成 甚至六成的話 我們的士官兵怎麼打仗 旺哲要來告訴我們 一個更大的警訊 我不看不知道 看了嚇一跳 說明年致願意少掉的人數等於一次蒸發掉十幾個聯兵營 有這麼嚴重嗎 而少掉那些人會是比較文書層級的還是真正是作戰的骨幹呢 這個是讓我最擔心的地方 現在少掉的絕對不是說什麼行政啊 或是文書這方面 這基層士兵不是 反而是第一線的士兵 這個是讓他最擔心的地方 如果第一線士兵都減少的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未來要怎麼戰爭 要怎麼備戰 下次最大問題是 那問題是國防部的這個預算報告書 他也指出說 我們的114年 就是明年的志願意的士官兵的預算原額 他是自己把它減少 如果補不到人 乾脆把它的原額減少 看起來數字比較漂亮一點 這樣做法是完全不OK的 因為該補多少人就要多少人 可是你看第一張表格 他是逐年在往下降 代表什麼意思 志願意的人數逐漸在減少當中 那國軍大人希望說 我們數字看起來 美化一點 你在數字上做文章 沒錯 所以也就是說 你把真正的預算原額 那個是分母嘛 對 分母變少了 那我分子本來就一直爭不到兵 除出來 還能看 所以看起來還OK 問題是你看 我們原本應該是剩下 現在等於是剩下16萬多人 那等於是什麼意思 相較於去年人數 活生生少了5400多人 這代表什麼意思 等於是少掉11個聯兵營的人力 直接人間蒸發 那我問你 這11個聯兵營當中 我們流失的是骨幹嗎 多重要 這件事情是什麼樣的一個警訊呢 我剛剛說絕對不是只有行政跟文書 這方面的士兵而已 他是流失掉 流失掉我們的基層骨幹的 包括上等兵 一等兵還有基層士官兵 這個都是我們現在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士兵的一個群組 上兵跟一兵 這些都已經入伍至少一年以上 極為熟練操作武器的人 是 他都不留下來了 所以大家很好奇 為什麼這些人留不住 你知道嗎 照理說 如果你剛剛我剛剛提到了 戰鬥部隊 他的戰鬥加緊其實相對來說特別高 可是第一個 可不可以是因為現在兩岸的風險變高了 所以變成說自願意別人要去當 再來很多人當兵就像我剛剛講的 做事情做不完啊 有些人就說 那我乾脆去這個超商打工 還可以吹冷氣 自由度相對高 如果我去當兵的話 是不是24小時都要在這邊待命 那待命就是要換算我的時間 哇 一個小時可能才8塊錢而已 那一般的誰要去當 所以就變成說這個問題就在這裡 那問題回來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第一個危險性高 所以大家有一句比較嘲諷話 說你現在當兵 錢少事多又危險 升官加薪要靠關係 所以你在這個形象之下 讓國軍的形象就自然不會好 那不會有情況下 誰要去當自願意呢 所以你看到 鐵稱這個事實就是你 你爭不到兵 你也目不到兵 最後就變成什麼 我就在這個數字上去做文章 我把你的所謂的預算員額往下壓 另外一個做文章的就是 把本來應該是最前線的戰地 金馬非軍事化 我哪非軍事化 我就不要擺那麼多兵了 是啊 我們知道過去這個時代 其實金馬都是我們的戰線第一線 我們把士兵都會集中在這個金馬地區 甚至好幾十萬的大兵都在金馬地區 可是現在看起來 戰術有些調整 再加上我們本島的士兵不太夠的情況之下 我們從哪裡調兵員 從外島來調兵員 從金門 從馬祖來調兵員 可是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金門跟馬祖的士兵是不是就相對減少了 你看原本金馬地區可能六千人 現在可能降到五千人 多了一千人 來到本島來去當兵 所以你就知道說比例超過10% 你就知道現在的兵員不足 對我們國家的衝擊有多麼大 甚至還要動用到外島的兵 把他們調進來到本島去當兵 這個我覺得國安部要重新省思一下 我們的兵力狀況到底出現什麼問題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鄧恬康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行文 俊項還有優秀的五七暴行文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